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5日的Lokin故事分析,我是Lokin 这个节目我会每周跟大家分享我对投资市场的最新看法以及我的策略部署 整个节目会分成四个部份,进入第一部份,故事分析 首先是道指,上周跟大家提及道指在过去一周的阻力位是35500 最终都没有升破过,同时也提及到34956暂时不容易失手 即是说目前道指是全年高仍然在8月,但下周未必会再停下这个水平 向上突破下一站就要试36920,升不破35500就要反向下试34956 同样地也不容易跌穿,因为之前提及到美国基金都会在现水平转仓 至于转仓后会否立即掉头向下,就要视乎美联储会接下来减买债的速度 第二个是NASDAQ,上周说到只要NASDAQ守着14939 而且不跌穿之下就会向上试15407 全周最高就15380,相差不够30点 上周向上看,而今周向下看 若然不升穿15407资上收市就要反向下试1500 跟道指一样,因为目前美国基金仍在调整持仓 所以美股会继续有盘在高位做一个承托 若然升破15407资上收市 下一级也只能看到15764 选择做坦是你个人的投资 但如果要继续买入美股,我就不建议了 第三个是上证指数 上周跟大家说,上证会先在3482-3555上落 做一个试水温 但可惜结果市场已经扔不及了 就被内地公布的北京交易所冲敬 吸引了眼球将它推高股市 不过因为最近的成交都有明显改善 虽然有部份跟MSCI增持A股的比重有关 在前高位3620就出现了阻力 但对于阻力位,我认为升破也是迟早的事 反而要留意着上证会不会再做一个回码枪 下试3555甚至3506 若均到了3550再出现一个之前买相 就很大机会这个星期就会向上挑战3620 第四个是港股限指 对于上周因为MSCI成份股的比重变动 我都承认我有忽略看漏了 但就算MSCI也不可能持续买入港股 最短也只能在2-3日的时间完结 而且更重要的是 即使过去一个星期秋升 也改变不到港股是一级一级的蟹货区 如果这个星期出现向下试25520的方向 就代表刚刚这个星期四的高位 很大机会已经是这个月的顶 除此之外 香港银行结传已经回落到8月前的水平 即是反映着香港的资金只流走 试问就算给机会港股再上升 上面能够上升到多少呢? 另外我想透过今集的节目 一次过回应这位叫Jack Now的观众 在过去的留言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个个观众的留言我都会回复 就是不回覆你呢? 是因为我回覆你我都觉得自己是愚蠢的 你浪费了我人生的5分钟时间 帮你去Cat一些过好的留言 也浪费了我观众大约50秒的时间 去看你怎样出丑 以上也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还未曾Cat在旧频道坐了多少 旧的就不说了 只说最近3个月 输了4000多点 终于赢了800多点左右 等于已经输到贴地之后 就拿回扎沙 真的又值得要武扬威的需要吗? 有句话就叫做 免就是人家给的 假就是自己丢的 基本上 除了叫人加入WhatsApp群 WeChat群 Line群的留言 我会播放了之外 其他人的留言 你是支持我 你Pozo的 还是尼克我 我全部都随便来 因为我都知道什么叫言隆自由 不过即使是这样 情况就等于在路火里面的謝霆锋 你当日选择了一条错的路 在中间的过程 即使你曾经有赢过 但都会摆脱不到惨败的结局 我曾经在上年底的今年年初说过 港股今年是大户年 你站在哪里会输得很惨 我不知有多难感受到 但至少如果你今年的港股 和我做相反的话 你应该都输得很惨 但不要以为今年就这样就完结 终于第二部分 个股分析 今次我收到的问题 都是以大股为主 第一个是腾讯 它的走势和行指都接近同步 技术上510元的裂口依然是阻力 保不保裂口的问题已经不大了 就算是公司回购又有什么用呢? 几千亿的公司回购一两亿 根本就是少到的屏幕 重点在于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反垄断 它是一个很长远而持续的影响 不是单纯今天股价跌过就当反应了 而且近日的反弹 空军再次将腾送和美团 当作火车头 若然股价今次再跌穿475 接下来就是穿400元的底 第二个是港交所 早前市场有人说 港交所股价的强势 预期会有利好的政策支持 先是推出A股期货 接下来就是我们伟大的宅主席 宣布要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为香港提供更大的竞争对手 这个一定是利好港交所 支持他今天股价的利好消息 其实真的不要紧 你有你看好 我有我看淡 我早就已经在最近一次业绩公布 跟大家分析过港交所的预期估值 你不送仍然坚持着是你的事 如果这样的话 就算我跟你说 下星期会出现一个大阴烛跌穿这条上升轨 你一样都不会相送 第三就是阿里巴巴 星期四阿里宣布了未来四年里面 就会投放一千亿去实践共同富裕 可能很多财员都不敢说这个字眼 其实就是交保护费 没错的 交出一千亿的无可否认 都是令到阿里在未来四年 业绩都录得一个亏损 原本估值是180-194美元 现在我都会重新去计算它的未来估值 持有的话 我的看法可能是要先部分离场先 要再重新去部署 不过如果本身是会员的话 就已经知道根本还未到我认为买入的水平 走势上你说箱底也可以 箱顶也可以 最重要是171.5美元的颈线阻力 是不容易升破 而且从成交来看 还欠一个确认造底的送号 第三就是比亚迪 想问一下大家怎么觉得科企要实践共同富裕 但电动车企就不需要呢 还是因为看到股价上升所以不敢提 怕被人当成意内排斥了呢 如果你认为要向上看300元的话 股价就不应该跌穿250了 因为今天比亚迪的股值已经不便宜了 所以指示位也应该定得贴一点 向下跌穿就要试200了 第五尺是波斯登 近期股价持续上升 有可能这个是和CB有关的 会不会是有人急于套现 所以先将股价推高来行驶去换股权呢 持有的话走势上不跌穿6.16 短期内都不能说看淡的 你可以继续博 但跌穿就要考虑一下是否需要先离场 另外我个人今天想说一下黄金 金价已经形成了三底 并且已经重返想挑战1840美元 要留意商品的价格走势 要不就不走 要不走就是大浪 若稳了1840美元之上 第一站会先上市1920-1940美元 再次提醒观众 我叫大家买黄金是买实金 不是推荐大家炒期金或者其他黄金合约 而且我本身叫买黄金的目的也不理由炒作用途 终于第三部分上周策略检讨 上周的策略是体谈策略 好坦分架的线是25395 可惜星期一9点45分前 就已经到第一个目标为25106 所以上周的策略是没办法执行的 再次提醒观众 我的策略到了目标就不能重复使用 所指的是整套策略 那为什么要加入会员呢? 因为即使错失一次机会 我也会分享下一个策略的机会 终于第四部分 今周策略部署 这周我的Plan A就有一个体谈策略 好坦分架线是25872 向上目标位分别是26210 和26325 指示位定是25820 若果任何时间以15分钟的大音笥 跌出好坦分架线25872之下收 就可以向下追估 目标位分别是25564和25437 指示位定是25920 我的策略也只是一种参考 至于你去怎样投资 应该都要先衡量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而且这个世界也没有必赢的存在 如果你喜欢我这条影片 帮忙like和share 还有这个频道 是分享我的投资理财知识和知识的 订阅我的频道 和追踪我Instagram 你就会收到我最多免费的理财知识 利益申报 本人并没有持有节目提供的股份 节目最后会有免责声明给大家参考 下星期的港股可能会迎来两面通实的情况 投资注码都应该是适可而止 潜密恶厌 我是Lokin 我们下星期再见